可以自圓回收的 不要丢到垃圾桶去 那如果是正常产生的那个非自然垃圾 我觉得那就是正常和理下的垃圾量 我觉得还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推到垃圾桶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 嗯 嗯 终于小路抱近代 大家一起爱一球 用军事被脚乱腿 介绍 我是学务处的卫生组长林老师 本校五年级有三位自由班的同学 他们针对学校小朋友丢垃圾的情形 做了一个观察与研究 请大家将班级的垃圾压扁 减少垃圾的体积 大家还要记得 将可维收的物品做到分类 不要乱丢哦 去小吃摊吃美食的时候 可以自备餐具 不使用年洗餐具 最后让我们来唱一次洗脑神歌吧 班级垃圾压一压 垃圾分类要做好 唱一小屋大竞赛 大家一起爱地球 用具自备 不浪费 减少随便的动作 增加环保的姿势 垃圾减亮真 谢谢 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自备餐具 最后 上次跟垃圾压扁 班级垃圾压一压 我们发了20张关卷 回来了14张 第一题的题目是 听完宣讲 你会不会将垃圾压扁 有13个人能做到 有两个人不能做到 在同学面前 当主持 还有用电话广播 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 但是呢 我们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这个活动很有趣 不只让我们了解 环保的概念 而且呢 可以包围大家的想象力 从这次的活动 让我了解 怎么能组织 虽然很紧张 但是我还是克服了 我看到了我的同伴 那么勇敢去面对 所以让我充满了干劲 去做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之后也能 勇于挑战 去挑战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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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